歡迎收看白宮意見 我是張經益 現在你應該看到 拜登贏得過半選舉人票 會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的新聞了 美國的大選也幾乎塵埃落定了 而拜登在當天也特別發表講話 呼籲團結 但同時也痛批特朗普 不承認選舉結果的行為 特朗普不認選舉結果後果確實可能會很嚴重 這裡我們不只談眼前的衝擊 還要把目光放遠 來看這對美國未來短期還有長期政治格局的影響 而美國作為大國 美國的政治格局也會影響世界 現在就請讓我為你解析 這次一開始 你可能注意到 我說大選幾乎塵埃落定 是因為還有程序要走 過去就是走個過場的選舉人投票 今年卻因為特朗普不承認選舉結果 而一反常態 不只在當地時間的14號選舉人在投票時 不少州神經緊繃 密歇根州更是因為有可靠的暴力威脅消息 而關閉議會大樓 前一兩天我所在的華盛頓還爆發選後的衝突 四人被刺傷 後來華盛頓警方查明 這主要是日前被特朗普要求 後退待命的白人至上主義組織 是驕傲男孩煽動的暴力 更重要的是選舉人投完票了 這事還沒完 按照程序 美國國會會在下個月的6號 還要做選舉人票的官方計票 並且認證下一任的美國總統 而美國國會裡 可是有比驕傲男孩還強而有力的特朗普支持者 有共和黨的議員已經表明會來挑戰選舉的結果 雖然幾乎沒有人預期選舉結果會因此被改變 打破傳統 特朗普不承認選舉結果 眼前我們看到的影響已經有暴力衝突 和國會議員試圖翻盤 更立即的影響且會持續影響美國政治格局的 是有一大票的政治人物 主要是共和黨的 也紛紛打破傳統不承認敗選 像是共和黨籍的華盛頓州 州長候選人科爾普 就算輸了13個百分點 選後超過一個月不承認敗選也罷 這幾天還說要告州政府的高層 因為他堅信他是選舉舞弊的受害者 州長候選人如此 還有一堆選票選輸了40-50%的 共和黨國會議員候選人們也是如此 加州有名叫韋伯的 共和黨國會議員候選人 選票大輸對手超過70% 但還是拒絕承認敗選 堅持沒有真相就不放棄 這似乎成了美國政治的新常態 過去選輸的候選人會靠著敗選宣言 來贏得選民的好感 方便來日再戰 現在則成了把自己打造成肩不認輸的受害者 反倒更能為下回再戰 累積憤怒還有同情的選票 講完立即的影響 現在來談短期的影響 也就是在選舉人投票的前一天 特朗普所宣稱的拜登是非法總統 其實所謂的非法總統 在美國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2000年布什輸掉普選票 那麼靠選舉人票贏得大選 和16年的特朗普一樣 都被不少的民主黨支持者 視為非法總統 而奧巴馬的出生地陰謀論 也讓他被部分的共和黨人 視為非法總統 但是從來沒有上升到總統候選人 甚至是總統本人 宣稱對方是非法總統的 而這也大幅地改變了美國的政治格局 福克斯新聞在選舉人投票的前兩天 公布的民調顯示 近七成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 拜登偷了選舉結果 近八成為特朗普才是贏家 想想這狀況持續下去的話 拜登將被近半數的美國選民 視為非法總統 他還要怎麼執政 而且不只是拜登 將來只要是民主黨人執政狀況 恐怕不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從16年特朗普輸掉普選票 靠選舉人票贏得大選 到這一回呢 特朗普比16年多拿了超過 1000萬張普選票還是輸掉大選 哈佛大學學者諾里斯就說 共和黨人似乎逐漸失去 他們能夠贏得普選票的信心 於是他們開始採取更強硬的做法 以團結選民 包括對外政策強硬 這一點我們都看到了 對內對白人至上主義者默不吭聲 對反對者採取暴力行動 像是我報導白宮外的示威時呢 而一群記者還有和平示威者 被軍警暴力對待都是喔 那這回大選過後呢 更是破天荒的 有將近20位親共和黨的州檢察長 以及超過100名共和黨國會議員 聯名支持推翻選舉結果 在在都能夠看出他們的焦慮 這位學者說呢 這些行為最終恐怕會成為共和黨的習慣 而共和黨人強硬勢必會引起民主黨人強硬以對 我們都見證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運動了 到最後走上了極端 而在比強硬的一個大趨勢之下呢 美國外交政策跟著受影響也是難以避免的 講完短期的影響 現在來談長期的影響 也就是美國選民恐怕會對選舉失去信心 這裡有美國知名的民調公司的一個數據 美國選民不分兩黨在這次大選之前 對美國的一個選舉信任程度大約都是六七成 但是在選後以藍色為象徵顏色的民主黨人的信任程度 是上升了一些 但是以紅色為象徵顏色的共和黨人 對美國選舉的信心暴跌 就剩三成多 要知道呢 美國政府的合法性就來自於選舉 因為認為政府合法 所以美國人願意交稅守法 假如覺得選舉不公 那選民會開始不信任政府 《紐約時報》的一個社論就說 像是美國現在疫情當頭 政府在控制疫情上的一個角色至關重要 包括讓百姓接種疫苗 一旦百姓拒絕信任政府 那將會危及大量的生命 說到這裡很不幸的 在選舉人投票的這一天 美國新冠死亡人數累積超過了30萬人 而美國的歷史證明 不相信選舉結果恐怕會有更嚴重的後果 耶魯大學的美國內戰歷史學家 布萊特就說 美國南北戰爭爆發 就是南方的州拒絕接受林肯勝選的嚴重後果 那場160年前的美國大選的投票率 一樣是當時史無前例的高 期望越高 失望也越高 不滿結果的人越多 衝突爆發的可能性也越高 當然啦 這美國教授說的是歷史的相似性 但今非昔比 這也要看拜登是否真能團結起美國 不然美國的政治格局 恐將產生永久性的改變 謝謝你的收看 還請訂閱白宮意見 讓我繼續為你帶來 關於華盛頓最硬核的解析 平安 是的 對 對 對 平安 雪